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这一次的行程比较精凑和冲廊 所以收银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那我在这边后期跟大家大概的说明一下这一次的行程 这一次主要是参加在Cost 举办的一场Pump Up Store 主角就是来自香港的银饰贩卖店 和他们所代理的日本品牌旧舰太郎 近几年来日本的手造仪式品牌在国内越来越火 家价草卖与仿冒品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 更多的人为了追求独立与小众 把目光转向了更加鲜为人知的手作品牌 旧舰太郎就是在此时进入了大家的市场 关于旧舰太郎的个人风格以及他与其他银饰品牌的区分 和对于想要了解与入门银饰的朋友来说 我会尝试单独整理一期入门项的科普视频 这一期视频的重点还是放在这一次的活动上 就舰太郎先生此行来到中国还专门制作了一批 只能在此次pop-up store购买到的限定产品 比如说镶嵌红马脑与珊瑚石的羽毛 还有代表中国五月高闪的月字金银饼 纯银版本的数量据说只有50枚 而18K金的版本只有10枚 银饰太郎先生还会为每一位购买的粉丝 亲自签名与自定义克制 能够亲眼看着银饰太郎先生为你克制 其实是一份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平时如果你需要下定单去购买他的产品的话 往往是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大半年 所以这一次活动也能看到很多拖着心里 像从外地赶来的粉丝 而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就见太郎先生的亲钱 以及与他的合照 更让我感到收获满满的竟然是意外地遇到了香港的rapperJB 而我也非常幸运地能够与他合照 他本人真的非常nice 在活动结束后就是与朋友的聚会 吃饭一起聊天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线下总模了 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并转发给更多人看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